大家好,欢迎来到童话时光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小猪佩奇 这期我们要玩的是小猪佩奇的电动火车套装 首先就是有猪爷爷还有小猪佩奇 猪爷爷是开着他的自己制作的小火车 载着小猪佩奇来玩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拼一个轨道 让小火车可以来走 拼装完之后的玩具将会呈现这样一个状态 那我们现在赶紧把这个玩具拆出来 好了,现在我们小猪佩奇电动火车套装的所有配件都已经在这里了 那首先就是有这个火车 它是电动的可以转电池 这是火车头 朱爷爷驾驶着他的火车头 然后还有一些小车厢 就是佩奇 坐着的是佩奇 这个座位上佩奇是可以换成其他的 比如小猪佩啊等等的 这个位置是可以换成的 就是乘客的车厢 那我们可以现在把两些车厢先给连接起来吧 就是注意火车头跟后面的车厢 接下来可以连接起来 然后佩奇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那我们先开到一边 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些轨道给搭建起来 平成这个小火车的轨道就可以走了 好然后这里是房子 我们先把它转起来吧 这里就相当于是轨道旁边的房子了 然后应该是属于车账吧 这里应该是属于一个车账 这里一些火车的一些时刻表 挺温馨的一个小车账 能放到一边 然后我们先把轨道拼起来 我们先把车账放进去 我们先走了 usion位 我们把这个轨道搭建好了 是一个圆环形的轨道 然后这个我组合起来就变成了隧道了 小隧道 我们放在这里 轨道就是小火车可以经过这个小隧道 然后这是什么呀 这是建高的 这条线吗 这么漂亮 接下来我们又把这个小火车放上这个轨道 这是小车帐 小车帐我们就放在这边来搭 下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给这个小火车安装上电池 好 我们现在电池装好了 那个两节车箱也重新连接起来 那我们现在要试一下这个音乐部分 就是按这个黄色的按钮才会有音乐声音 但是它不是自己会走的呀 那我们只能手动来推动它走了 ok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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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这样就可以挂了 这个隧道 这个隧道 出来了 这边打住了 这边打住了 这边打开 再可以走咯 哦 刚好 谢谢我们 72 0000 essentially 到这里就一个一圈了 ok我们竹爷爷跟 决刁 ак也跟 载则配奇还要继续 开着小火车兜风哟 嗯 到上楼這裡 是 一个小的车面 吧 起来没什么事情 那我们可以继续走 然后音乐停了,我们可以继续按 这样又有音乐了 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 小猪佩奇的电动火车音乐套装 那就是猪爷爷 开着他的小火车,载着佩奇兜风 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咯,拜拜 下期再见